來,這裡的話,看一下這裡的題目 這裡的題目呢,他問的叫做烏魚這件事情 像說台灣的西蘭岸,最主要呢 常講西蘭岸有大量的烏魚 常常說的是東、智、前後 有好多的烏魚跑到了西蘭海域 所以常說西蘭海域補魚呢 然後烏魚的產量很好的 他講的是嘉義、台南或者澎湖那附近 最常講是講嘉義的 那麼呢,為什麼呢 在動之前後烏魚呢 會跑到該位置呢 所以這裡再問原因 第一個,他寫黑朝來 在寫東北季風帶來的有機物 再來講的是呢,營養鹽 第四個呢,講的是呢 我們這個答案 也就是說烏魚要找他適合的環境 我所謂的環境呢 這裡指的是 他想要的溫度 就好像說呢 我們那個鳥類 東天的話呢 會來到台灣這附近 地東 那你說呢 如果呢 在東天的時候 因為東北季風是東天在吹嘛 有長生喔 東北季風呢 是東天在吹 所以北方很冷 它不適合那麼冷吧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 這一個中國的暗流 在北方來到台灣附近 如果它在原本的位置是很冷的 那來到台灣附近才不會那麼冷 我們的烏魚就順著 這樣子的海水來到台灣附近 所以這裡呢 屏幕寫澎湖 或者寫嘉義 或者寫台南 基本上都是在好一個地帶 都是可以的 所以海商考量的一件事情叫做 他要找他適合的環境 溫度這個環境 吃的少沒關係 至少溫度要適合他自己要的吧 所以通常都會說呢 沿著中國的暗流而南下 或者沿著冷海流而南下 所以回到題目本身 才會去選擇這個豬的選項 所以是這麼一回事